在option里面 你要去点中这一块去生成它 我们看一下 大家下来设置的时候 第一次点这个Jawa代码生成 也生成不了 要去配置一下 你看 我们在Jawa code生成的时候 我们要点中这个 点中这一项 no profile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呢 应该是要让它去支持一个 自定义的profile文件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板文件 但这个工具 它本身 它的一个自定义profile文件 我没有看到在哪里 你看我们这个csharp 我们点中它 就可以生成csharp的代码了 但是很遗憾 我没有找到它 如何在哪里去自定义这个模板 但是肉的支持 所以不知道是这个工具 不够强大 还是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知道就行了 你看我们现在再用这个csharp 就可以生成了 对吧 就因为我们配置了一下 所以大家下来过后 在生成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错 有错误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自己去配置一下 而且就大家下来过后 我们会干嘛呢 我们一定在将来 我们要形成一套模式 就是一个习惯 我们画出来类图 画出来它和结构 类与类之间的这些关系 我们就能知道 它生成的代码是什么样的 这才是比较准确的 虽然很遗憾 不同的工具 它生成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告诉你 同样的几张类图 它不同的工具 生成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所以 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我们往往画类图的时候 我们也并不求 我们靠这个类图来生成代码 我们重点还是用它来进行 严谨的设计工作 和分析工作 明白了吧 所以 真正生成代码的时候 还是进入到我们开发工具 IDE环境里面去生成 事实上 现在很多IDE环境 也直接支持类图了 比方 Donet 比方Eclipse 它们都是直接有 这种UML的插件的 那么 在那个里面生成的类图 就比这儿生成的 要好的 不知道多少倍 那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那种 开发的IDE里面 内置的那些 原本要类图的这些插件 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用它那直接去生成代码 这个 那今天的话 我就先 就类图 就先给大家讲到 我们的class和interface 以及这两个包 package 那么 明天我们再继续介绍 明天再继续介绍 因为类图确实比较复杂 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 OK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 今天的话 就只是讲了三张图 大家回去 要好好的练习一下 一定要练 因为 我说了 现场 我没有给大家 太多的精力去练 因为我也控制不到 但你 你去练吧 你一练就 你就会发现 你很容易化错 所以你们练完了 再多找人 帮你点评一下 所以 这个 这个培训 如果是在现场 是最好的 我们就 可以多画些图 来做一个小讨论 OK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就会有点灭的地区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地区